大騎車手抓緊方向盤 不只右逃 還衝撞遠景 不要動 開槍 開槍 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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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前圍布 藍前圍布 警方鑽入車震追 因為從另一個畫面看 車手不只直接在塞爆的 大馬路上倒車 還嚕嚕嚕嚕 前後衝撞車輛 為自己騰出更多空間 警方調查集團從事 泰達幣投資詐騙 已經騙走被害人1200萬 還想要更多 這天被害人與車手面交 打算再交付100萬時 被埋伏警方及時攔阻 當車手看到遠景表明身份時 不只馬上開車逃逸 還沿路衝撞 警方見撞拔槍連轟兩槍 瞄準輪胎 但仍讓人車給跑了 除了持續調閱監視器追查之外 幾天前內湖也有 泰達幣強案 我們只有提供攝影機內容給他們 我聽到就是說就是 就是人被什麼爐走什麼 但詳細是什麼原因我們都不曉得 虛擬貨幣夯另一名受害的 是避傷顧問 同時也是仲介 畫面中他走上買家車輛之後 經歷漫長一夜 原本避傷顧問和買家約好要交易2萬顆 市價70萬的泰達幣 卻不止被設局還被掳走 對方將他從內湖載到新北山區 最後還是避傷顧問徒步求救才走到派出所完成報案 兩名嫌犯年僅20出頭 特地借車犯案遭到生壓 不過檢警懷疑以他們的年紀還有背景 恐怕是背後還有主謀在抄刀 已經持續向上追查要抓出搶70萬泰達幣 幕後真凶 東森新聞蔡景璃洪生情台北報導